要開始上課了,來,快點 好,欸 在那我要上課之前 我要先問你們幾個問題 你們特報都是親戚朋友介紹來的 你有每個禮拜去民間府的網站 去看我們的消息資料的 一個禮拜,有兩便宜上的 麻煩你抓手,好嗎 不錯,真好 不錯,好 一禮拜一次,有嗎 好,不錯,謝謝 好 要再問一下 因為我知道你們特報都是親戚朋友介紹來的 近前我有遇到一些比較特別的 董神明跟我說 他是新名叫他來的 你們家有人這樣嗎 是新名,還是你的上帝 亞蘇天使叫你來的 才有這樣 有請你下手有嗎 有 有嗎 比較不懂 因為之前我剛才兩邊 有人這樣跟我說 好,來 我們開始 你有嗎 真的嗎 我們現在也有一位 好,來 這是我的題目 好,三千四十才能創造未來 好 欸,我們這裏裡有人聽不懂台語的耶 這樣 這樣我用國語說可以嗎 華文 我用華文講可以嗎 都可以齁 欸,我們不可以說我們講國語 我們講國語 我們講國語 哪裡有什麼話 對不對 我們講華文講中文 但是我們不可以說我們講國語 這要改 好,來 好,這是我的題目 認清事實才能創造未來 演講完以後 你們會知道為什麼我訂這個題目 這是我的名字 這是我的名字 好,來 因為你們在這邊上課上了三天了吧 快要結束了 下午三點半就結束了 前面這三天來 講師們跟你們講的已經都很詳細了 所以我這一節課 因為你們是初級班 我覺得不需要講太深的 不需要講太深的 我把重要的東西跟你們複習一下 然後呢 講我自己 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 讓你們能夠對台灣民政府 有更深的信心 認為說,欸 這個台灣民政府 真的可以走下去 而且真的會成功 我來講我自己的故事 我講我自己的故事 我為什麼會加入台灣民政府 我爸爸 2011年1月 那個時候初級班第一期 他在彰化的那個跳蚤市場 碰到一些前輩 跟他說,欸有這個台灣民政府 你要不要去聽聽看這樣子 他就真的來上課了 我爸爸 他上完課以後 回來回家 跟我說,欸 你要去上課喔 你要去上課喔 他到底上課上什麼 講不清楚啊 對啊 啊我為什麼要來上課 還有你知道嗎 我爸爸 在以前 民進黨還在黨外的時候 他就很熱鬆 很熱心 民進黨 一組黨 成黨 成立民進黨 他馬上就加入 啊你知道他加入民進黨以後 我家發生什麼事嗎 欸中華民國的警察 就常常跑我家來 真的我沒有騙你 我自己看到至少兩次 那時候我還讀高中啦 對啊 我一個高中生 啊警察常常跑來我家 你知道我會 心裡會怎麼想嗎 我會怕 我跟你說,真的我會怕 我真的會怕 啊講什麼 啊我們就 普通的善良老百姓嘛 我們不要管那麼多啦 我們把自己生活顧好就好了 就這樣子 啊不然就打電話來啦 欸在那個時代啊 我看到這個我會怕 啊現在怎麼有一個台灣民進黨 跑出來 是怎麼回事啊 我加入民進黨就是這樣子的 啊現在這個台灣民進黨 他寫政府喔 他不是寫政黨 喔你是怎樣 你想要把台灣民國家 那個喔 對不對 我會怕 欸 可是啊 我想說 那時候 2011年嘛 我們從二次世界大安 結束到這個時候 六十幾年了 我想說奇怪啊 以前那個中華民國政府常常說 啊我們要加入聯合國啦 我們是什麼主權獨立的國家啦 很奇怪 可是在國際上都被人打壓 要加入什麼主事都不行 那我們台灣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最近幾年 我從2004年開始 去中國大陸教書 然後這幾年一直在往外跑 去到國外回過頭來 想台灣的地位 真的有些人覺得很脆心的 為什麼台灣人在國際上的地位 就是不平等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這種感想 我想六十幾年了啦 台灣還在這邊打轉 啊 啊中華民國政府已經 講白了 搞不出一個民堂來嘛 台灣如果要站起來的話怎麼辦 我要去聽聽看到底 台灣民政府他在講什麼啦 我當時的一個心情就是 我要去聽聽看他在講什麼 今天既然有人說 有一條新的路出來 我去聽聽看這樣子 可是我會怕耶 我真的會怕耶 我跟你說 我很怕耶 那我就來啊 我也來 我是說我很怕得上麻煩 一來 你們都要填資料對不對 欸 問得很詳細耶 對不對 電話 住址 還有什麼 你是哪一組的 對不對 我問得很詳細 奇怪 我上課而已 為什麼要寫這麼詳細啊 這是什麼 不是就來繳錢上課而已嗎 可是我覺得我不想 我不想騙人啦 我怕一流下去以後有麻煩耶 可是我不想騙人 我說一遍喔 我不想騙人 所以我全部都給他留真的資料 欸 還好我留真的資料耶 不然的話 今天我沒有辦法在這邊給你上課 今天我沒有騙人 好 啊上完以後 初期一班 我是第五期的啦 上完以後我是有一個感想 你知道什麼感想嗎 我知道你們現在如果去外面 跟人家講人家都會跟你三個字 三個字 啊不可能啦 是不是這樣 我那個時候想法也是 為什麼這樣想耶 因為 馬英九從2008年選上總統以後 我發現他所有的作為 就是要跟中國統一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啊台灣的最高權力的人 都已經這樣做了 啊下面的老百姓 小老百姓我們能做什麼 所以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是 就算你講的是真的 還不可能啦 啊怎麼辦呢 啊來這邊不是上完課 就有什麼工作給你發薪水 沒有啊怎麼辦 還是要回去認真做工作啊 顧肚子啊 對不對 就是這樣啊 真的是這樣子啊 那時候想法就是這樣 好啊結果呢 過了快一年 欸我爸爸很厲害 他現在已經滿80歲了 那時候還沒 78 77 79